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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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整个舞台交给陈杭 你来分享一下PASA在BIGO的实践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那个APPADIPASA在BIGO的实践 我叫陈杭 是BIGO的STARB ENGINEER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 我们主要是在做那个BIGO的直播 以及短视频的那个相关的业务 目前我们的在主要是在海外市场上面 会有那个大量的用户 并且这两款APP呢 在整个海外市场也是非常的流行 中间是我们的官网 3w.beagle.sg 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 BIGO的相关的产品 以及相关的技术 相关的内容 那么 我是BIGO的一个 那个大数据平台的一个STARB ENGINEER 目前主要负责销医度类相关的一些工作 是APPADIPASA以及BOOKIPER的contributor 以及3naive的FlingPASA Connector的contributor 中间是我的邮箱 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或者是来扫码加我的微信 那么今天我演讲的内容主要分为四块 第一块是为什么 BIGO会选择APPADIPASA 第二个是APPADIPASA在BIGO的消息流平台中处于 第三个是我们BIGO在APPADIPASA这边 做了哪些的工作 最后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展望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APPADIPASA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BIGO的消息流平台 主要还是基于开源的Kafuka 那个搭建的多个Kafuka集群 因为Kafuka是没有多租户的 那么我们实现业务 不同业务的隔离的方式 主要还是通过分集群 那么随着产品线以及业务线的增多 我们为了让不同的业务线 不会相互干扰 所以就维护了很多个规模大小不一的Kafuka集群 在这个维护的过程中也是耗费了我们大量的一个人力 然后随着我们BIGO业务的发展 我们的用户量出现了成倍的上涨 那么也会带来 对大数据平台这边也会带来了很多的压力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量也会随着用户量的增长而翻很多倍 另外就是会对我们整个消息流平台的稳定性 可扩展性以及乳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对于我们消息的实时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我们那个短视频和直播是严重依赖那个实时的推荐算法 所以我们后台的后段的一些推荐的模型的更新 实时的更新也是需要依赖我们整个消息流系统的一个实现的 所以呢 在这样一些场景下面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 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来维护越来越多的Kafuka集群 并且这些集群在扩缩容方面让我们比较头疼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咱们的阿布基帕萨 阿布基帕萨到底有哪些特性吸引我们Beagle来调研 并且压策最终选择了它呢 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可能就是那个毒血的分离 还有底层的存储和服务的分离 这种存储和服务的分离的架构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它能够水平的扩缩容 并且呢能够提高很高的吞吐 提供很高的吞吐以及很低的延迟 并且它的一些比如说多租户啊 还有一些那些一个geo replication等等一些新的特性 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们 我们之前卡布卡在做geo replication的时候 主要是通过一个KMM来实现的 并且这个KMM好像也并不是太好用 我们维护过程中也是花费了比较大的能力 所以总体而言的话 阿布基帕萨这些新的feature 以及从架构上面的一些新的非常优雅的设计 能够让我们在维护多套集群的过程中 或者来更好的释放我们的人力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上层的业务 第二个就是阿布基帕萨在beagle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来看一下整个我们beagle选择阿布基帕萨的一个时间线 最开始是在2019年的11月份 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 我们beagle的消息流平台面临了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基于现有的开源的卡布卡 选择一个基线版本 然后进行定制化开发 这是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是选择一个新的消息流平台 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最终我们在调研各方 在卡布卡上面的定制化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大家都是走的是同一个路线 比如说让卡布卡来支持多租户 让卡布卡来支持读写分离 让卡布卡来支持更多的特性 避免比如说避免PageCatch污染 或者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feature 让它能够work的更好 但是呢 在相对比的大家 在对比大家的 在卡布卡上面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 实际上跟Apache Passa的设计上面 是不约而同的 所以我们最终就觉得 Apache Passa可能会在解决这些 卡布卡遇到的一些问题上面 能够提供一个非常优雅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这边在2019年的11月份 就开始了一次全面的调研对比工作 这个时候我们出了一份调研的综述 在2019年的12月份 我们就开始了Apache Passa的压册 对于任何一个一款开源的产品 只有真正的压册的数据 才能够说明问题 才能够证明 这个开源的组件 能够支撑我们的业务场景 能够扛住我们的流量 所以从19年12月份开始 我们就不断压册 在2020年的4月份 我们完成了整个Apache Passa的 一个性能调研的工作 并且在4月份上了我们的挥度环境 然后5月份的时候开始正式上线 目前从上线到现在 基本上在我们的正式环境里面 稳定运行了接近半年的时间 那么在我们线上的Parser集群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 目前是有十几个节点 这个节点我们是Apache Passa的broker 和Booking是混布的一个状态 流量是我们的峰值流量是2到3G大B每秒 然后消息是百亿查每天 并且稳定运行了接近半年的时间 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们还会有不断会有新的应用 会从Coproker迁移到Parser 或者是新的应用直接接入到Parser 并且我们的Parser集群 也是在不断的扩容的过程中 那么Parser在Beagle这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实际上我们的应用场景 主要还是一个经典的Parser 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上游的生产者 会把消息写入到Apache Passer的 topic里面去 然后下游的消费者 比如说Flink Flink Seco 或者是其他的客户端写的 Consumer去消费 然后进行下游的 香烟的逻辑的助理 那么在Beagle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一个 我们称为Binna的一个收入服务 我们这个服务主要是 接收所有APP的 打点上报的数据 然后写入到Parser这边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KMM 就是Kafuka的一个MirrorMaker 这边的话 我们是对Kafuka的MirrorMaker 做了一个定制化的开发 让他能够动态的支持 双写Parser和Kafuka 另外就是Flink 那么在Parser的下游 我们支撑了哪些业务呢 首先第一个是 实时的一个数仓 然后实时的一个ETL 实时的数据分析 以及实时的推荐 最终 这一些业务场景 会使用各种各样的 那个扣端 比如说Flink 私家家 还有Java等等等等 的一些客户端 会从Parser的topic里面 消费数据最终会 落入到Hive 或者是写回到Parser 或者是写回到Clickhouse Hadoo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大数据的组件 那么刚刚介绍完了 Apache Parser在 Bigo这边的一个 承担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在Parser上面 做了哪些工作 能够run 这样一个开源的组件 在Bigo这边work的 非常好呢 主要是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 右边的这样 这一个图中的 那个蓝色的框框 中表示的是 我们Bigo这边 所做的一些 定制化的一些开发工作 主要是包括第一个 Parser的broker上面的 一些新的feature 比如说我们对 开始进行了一些 新的调用 或者是对 开始的那个 Hitrate 做了一些监控 我们知道 在Kavka里面 主要是依赖于PageCatch 但是在Apache Parser里面 会有多层的开始 来进行一些 一些那个 开始淘汰策略的 一些定制化 让整个的消息 能够更好的 进行CatchPits 不至于去读完 那么在整个监控上面 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 某些topic的 那个 Broker端的Catch的命中率 或者是 Bookeeper端的Catch的命中率的话 那么整个对于 性能调用工作 以及那个 整个集群的 健康状态的监控 也是非常帮助的 另外就是 我们优化了一个 Dispatcher的 DispatchRate的Limiter 这个待会儿会详细介绍 然后就是我们 引入了一个 新的LowerBalancer 让整个 Parser的Broker 节点之间的流量 更加的均衡 能够更好的提高通途 避免茅测 最后一个就是 Bookie Client端的一个 一个 熔断和 熔断策略的一个条游 第二点就是 Bookkeeper的IO条约相关的 主要是涉及到 Junard的 Right 方向的条游 以及LedgerRight的方向的条游 第三个是 我们在 基于 Apogee Parsa外围的 一些组件上面的 那个 新feature的知识 第四个是 KMM的一个 动态双行 第五个就是 监控相关的 下面咱们来 Eiger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些 一些工作 首先来看一下 Broker端开始的 一个 性能条游 我首先 给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Broker 开始的一个 原理 首先是 对于 一个 Producer而言的话 他需要把一条Message 发送给 那个 Parsa的 Broker的一个 topic里面 那么 这个 这个Broker 收到了 Producer发送的 一条消息的时候 他会有 一个选择 他需要决定 是否把这条消息 放在 Broker 自己的catch里面 如果 满足相应的条件呢 他就 他就会把这个消息 放在这个Broker的catch 如果不满足 这个条件 他就直接会写 把这条消息 写入到booking 那么为什么会 在这个地方会 引入到一个Broker的catch呢 因为 我们 实现的是一个 存储分离的一个架构 那么 如果 这条消息 能够在Broker的catch里面 读的时候 被命中的话 那就会 减少很多次的网络IO 或者是说减少 那个booking那边的读盘的操作 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个吞吐 和更低的延迟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 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来决定这个topic 这个topic的message 是否放入到 这个Broker的catch里面 主要是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这个topic上面 有 duable的cursor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 这个topic的 那个 最慢的那个cursor的lag 需要在 我们指定的 这个 可容忍的lag方法之内 默认是 默认是1000个entry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图 这个图上面 对于上面的这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cursorA和cursorB 是在整个的 那个backlog的 sword里面 那么 新的消息 写入到这个topic里面的时候 那么这条消息 会被写入到 Broker的catch里面去 catch起来 对于下面的 这个topic 它的 blacklog的 sword同样是6 但是呢 它的 那个 这个cursor cursorA 并不是在这个 sword里面 所以呢 写入到下面这个topic的message 是不会进入broker的 catch 这样的话 那么 对于下面这个topic的 读的consumer而言的话 它每读一次 它就要 去发起一次 bookkeeper的read操作 可能会带来 一个读盘 因为它的消息 是并不在 broker cache里面 它是catch miss的 这地方 这地方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当我们使用 passout的 flink connector 来消费 passout的topic的时候 那个flink connector 使用的是 non-dualable cursor 因为它使用的是reader的API 来进行消费的 所以它是non-dualable cursor 那么 对于它消费的这个topic 它的cursor 永远都不会 满足 满足这个 have active cursor的这样一个条件 那么 这个topic的新的数据 永远都不会进broker的catch 所以broker cache永远都是catch miss的 就会带来大量的 bookkeeper 这边的一个读操作 或严重影响性能 所以我们 那个beagle这边的 赵商商同学 对于这个问题 进行了一个修复 把这样一个 have active cursor的 have durable cursor的 这样一个限制条件去掉了 并且呢 在整个broker的catch这一层 加了大量的监控 我们beagle这边是能够监控到 每一个topic的 每一个subscription 在broker cache里面的命中率 这样的话 对于后期的性能调优 来工作而言的话 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二个就是 dispatch rates的limiter 这个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就需要看一下 整个puzzle 这一端message的push的模型 首先 这个consumer会去 会去消费一次 那个message 那么 这个消费message的时候呢 首先会看本地的库里面 本地的message库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可消费的message 如果有的话 那就直接消费到了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向broker发送一次message的request的请求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 这个consumer会request的n条message 但是在broker这一端呢 它会很粗暴地把n条message convert成m条entry 这个convert的算法是把n和broker端配置的一个100个entry取了一个最小值 然后来向broker的catch发送一次请求 它得到的是m条entry 它会费持m条entry 它会费持m条entry 如果broker的catch呢 miss了 那么它这个 这一次fatch会落到booker这一层 那么booker会返回m条entry 最终会把m条entry呢 返回到consumer这一端 这里大家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的这个topic的producer发送的消息是non-batch的 也就是不是batch模式的话 这个就那么一条message就对应的是一个entry 但是呢 如果我们开启了batch这种模式 那可能就是1000条message才对应一个entry 那么在这次convert的过程中 就会导致 假如我请求100条message 但是你给我返回的是100个entry 每一个entry相当于1000个message 那么就会带来consumer端的内存会急剧上涨 最终会带来使得consumer这一端发生严重GC 影响性能问题 所以在batch这边呢 做了一个convert的一个优化的工作 它会我们会基于这个topic的每一条entry 所包含的message的条数 记录一个历史值 然后利用一个刷键因子来进行一次convert 比如说我现在consumer请求n条message 这个时候呢 我的历史值计算里面 可能一个entry包含1000条message 那么最终我会去fetch的时候 我会最终fetch的是n除以1000个entry 那就是kig entry会返回给consumer这一端 这个kig entry会接近于n条message 这样的话整个consumer 它的内存就会控制的会比较好 下面就是一个threads hold load balancer 在passer的broker的load balance这一层 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load balance算法 是比较粗暴的 它会统计这个broker的cpu内存 那个网卡整个流量的总值的一个占比 如果这个占比大于85% 它就会触发一次load 这里方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的机器配置很高 这个85%的load会 这个预值会很难达到 从而带来整个机群之中 只有那么几个broker是有流量的 流量非常高 但是其他的broker流量非常低 所以就带来一个负载的不均衡 负载不均衡会引起broker端开始的 那个命中率的下降 会最终会影响整个分团 所以BQ这边开发了一个基于均值的一个load balance的一个算法 我们会基于历史的一个刷减因子来算出整个机群之中所有broker的load的一个均值 然后把大于均值加上一个thread hold的一个load的所在的broker 上面的bundle给unload掉 然后使得整个passa的proker之间的load会比较均衡 这个feature默认是关闭的 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这样一个shading strategy 来指定我们的thread hold的shader 来开启这样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算法 最后面是bookit clients的一个currently的turning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passa broker去收到消息的时候 他会把所收到的消息启动一个bookit clients 把消息写到bookit里面去 这个bookit clients呢 它是有一个那个熔断的策略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client把消息假如说发送给bookit A 但是呢此时bookit A的那个 bookit A的负载很高 那么有可能会某些会失败 一旦他会统计每一分钟失败的次数 默认只是五次 如果一分钟之内有五次失败的话 他就认为这个bookit那个是有问题的 那么他就会把它给熔断掉 熔断时间是30分钟 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是 第一次大家都往这个bookit一发 那么bookit一呢落得很高 然后大家都第二步都把这个bookit熔断掉了 过了30分钟 然后bookit一又被释放出来了 大家又往他这发 所以导致的问题就是 整个的那个bookit的入流量 会以30分钟为周期进行动态的那个 那个跳变 从而导致整个那个系统的不稳定 所以bookit 所以biko这边基于了一个概率的熔断策略 也就是当这个bookit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个client会以概率的方式决定要不要熔断他 如果这个概率的我们是可以配的 那么就会让整个的那个流量会work得非常好 下面这个图是我们最终条腰之后的一个吞吐的结果 这个pr是bookkeeper那边的pr2327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接下来就是bookkeeper的io条用 关于junor层的io条用的话 大家可能先要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图 右上角每一个producer会把消息发送给passer的broker broker呢会把这些消息组装成entry 然后放在自己的doer内存里面 然后会起很多的bookie clients 把数据写入到bookie节点上面去 那么bookie节点呢 收到这个写醒就的时候 他首先会写junor 会写junor 然后 这是 他会第一步会写memory table 也就是这边的这个rally patch 第二步会写那个junor 会写junor的 这个内存 然后会把数据刷到 junor device里面去 当junor device 刷成功了之后会直接回ASK 那么在rally patch里面 这是一个双缓冲 最终会当这个catch满了之后 会刷到这个 那个ledger盘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 首先来看一下那个junor盘这边 也就是数据写到junor的时候 他会刷junor device 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 当你的junor盘是SSD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fsync打开 然后 这就会每一个entry会触发一次fsync操作 因为SSD是喜欢小块的Io的 所以这个性能会比较高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大家的junor device是HDD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fsync关掉 因为对于磁盘而言 他是喜欢大块的Io的 但是这地方会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关掉的话 他会默认写入到page catch里面 然后page catch会有两个触发 两个条件会触发他flush到HDD里面 第一个是rollfire 第二个是OS的flush rollfire的时候会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刷到HDD 或者是在OS flush的时候也会刷出去 但是这地方有一个问题 是对于HDD而言的话 如果你一次flush了太多数据 这个时候会让整个HDD会持续打满 比如说我一次刷了500兆数据出去 那么这个HDD如果它这个时候有独存在的话 那么整个刷盘的时间会持续比较长 并且这个磁盘它的Io会持续打满 这会导致后面的junifier的create 新的junifier的create会被阻塞 那么从监控上面来看的话 大家会看到整个的junifier的right entry的latency 99分位的latency 可能有时候会飙到几秒甚至十几秒以上 会让整个的bookie写入会出现抖动和毛刺 所以Bico这边开发了一个策略 就是基于用户自定义的flush interval 也就是我并不需要等到OS flush或者rollfire的时候 我再把它flush出去 我这边可以用户自定义 比如说我需要1.5秒或者是2秒钟就会flush一次 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带来的是 整个磁盘一次flush100兆或者是150兆 那么整个磁盘flush的时候就会很快 那么磁盘的IoU tier不至于持续打满 那么整个的性能就会work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ledger写的调优 在ledger这一层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ready catch实际上是一个双缓冲 那么这地方会存在一个问题 当第一个缓冲写满了 它会触发刷盘 这个时候新的数据会写到第二个缓冲里面去 当第二个缓冲写满的时候 它也要触发刷盘 但是呢如果在这个时候 第一个缓冲还没有完全flush到 data device的时候 那么第二个缓冲的刷盘是会被阻塞的 那么整个的那个bookie的写也是会被阻塞的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进行一定的性能调优 性能调优的思路跟刚刚也是一样的 大部分在我们的生产环境里面 我们的ledger盘是htd 那么ledger的数据会首先会flush到page catch里面 那么page catch需要有一个刷盘策略 让整个数据flush出去的时候 整个瓷盘不至于太忙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bookkeeper.conf的flushentrylog bytes 这个参数它能够让用户自定义刷盘的数据大小 能够让整个hdd会不至于持续达码 下面第三点就是我们beagle这边 在flinkconnector这边做的一些工作 之前的passerflinkconnector是不能支持用户自定义的seql的 但它可以支持我们自己 就是topic里面定义的一些schema 但是不支持用户自己在seql里面定义数据的schema 所以beagle这边做了一个相关的改造 并且支持了flink1.1 flink1.1的这个优点是在于 它对整个数据写入的hack表上面 做了很多的性能的优化 并且支持pocket 那么整个的一个框架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seql 并且这个seql里面定义每一个字段的类型 以及解析方式 然后就是这个connector里面会配上 我们消费的passer的topic 这就是左边的这个图 就是第一步 我们会从passer里面消费数据 第二步就是进行各种业务逻辑的处理 比如说join和content 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处理 第三步就是把最终的处理结果 会写入到第三方的大数据相关的组件里面去 比如说hack,hdfs,passer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做了这个工作的 那个意义是在于 我们提供了一个flink的处理框架 让用户摆脱各种 那个代码上面的困扰 直接通过seql 能够很好的去处理自己的业务逻辑 第四点是我们在卡夫卡的mirrormaker上面 做了一些优化的工作 这些优化工作的支撑 是为了支持双写卡夫卡和passer 这个工作的目的是 我们的初衷是在于想 当时是想压测passer的 所以就把线上的流量从卡夫卡 直接引到passer这边来进行压测 那么对于这个工具的话 后面可能还有更多的成绩 能够比如说我想 我想让这个数据能够同时写到passer和卡夫卡 那么这个工具就会能够 很好的满足这个条件 并且它是能够动态的 支持动态的开关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开关里面把它关掉 那么它就不写passer了或者是不写卡夫卡 最终整个的系统要上线的话 我们是需要配上所有的告警 那个broker层 book层以及dokeeper这一层的 所有的关键节点上面的监控 以及告警 只有这些监控告警全部都上全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保证整个系统 能够很放心的让它去work 就算它出了问题的话 我们也能够及时发现 而不是一脸抓下 对于broker这边的话 我们beagle这边也对外 暴露了很多的那些metrics 来支持各种各样的监控 我们这里主要重点列的是 那个JVM的crip以及GC的监控 以及每个broker的bass in message in message out message out 整个load balance的一个触发的条件 或者是load balance的次数 以及broker的catch的命中率 下面这两个 boohyclient的quanty的retio 以及boohyclient的request queue 这个地方是在我们beagle的pr里面 暴露了一些metrics 可能大家如果想用的话 可能要把那个prmerge进来 把那个pr引进来才行 对于booker这一层的话 就是rata entry的latency 99氛围的latency 以及junal file creates的99氛围的latency 还有underreplicate ledger的状态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zoockeeper的读写的延迟 因为passer和bookkeeper都比较依赖zoockeeper 所以如果zoockeeper的读写慢的话 会影响整个集群的一个稳定 所以这个必须得是要加上监控和高精的 对于我们未来的工作 第一个是会为aptipasa会开发更多的 我们所需要的feature 比如说那个topic级别的那个retention 或者说topic级别所有的力度的一个操作 因为刚刚上一位同学也讲过 因为aptipasa是对于那个topic的 比如说retention相关的 目前只支持到了那么四倍的级别 所以大家如果想对某一个topic 设置独立的retention time的话 目前是做不了的 所以这边我们bq这边也是大力的和社区这边 来一起来开发 比如说topic的policy相关的策略 还有后面会也会去开发各种 我们所需要或者是大家一起大家都需要的一些feature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把更多的应用 会逐步的枪移到aptipasa上面去 第三点是我们会使用KOV来加速我们的枪移 然后第四点是我们会持续的在aptipasa和 upgbookkeeper上面做更多的性能调用的工作 第五点是我们会去考虑会去修改 Ninx内核的IO协议站 让它能够更和bookkeeper能够更好地握在一起 下面我这边的那个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非常想大家对那个杭哥的分享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发在chat里面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OK 如果暂时没有的话 就是可以跟杭哥沟通 我们有相应的微信群 杭哥也在我们的微信群里 让大家也可以私聊 然后我们的这个slides和录像呢 随后也会会 可以PPT可以分享 会后会统一给大家分享的 然后当前的这个直播呢也会有录像 然后随后会上传到YouTube上 上面大家也能看到 嗯 好的 好的 行 那再次感谢杭哥的精彩分享 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嗯 好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个session呢 是彭辉哥的分享 大家可以从这个session中暂时先立伍 然后到另外一个session里面去 感谢 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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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